對啊 這是我今天要帶大家來的 你看大家都說好吃 好吃 真的喔 這是賣什麼東西 解釋是你要帶我們來的嗎 對 沒錯 因為車多 當車離開的時候你過來 車出來你再退好不好 還沒…不要緊張… 他是賣什麼 我們賣紅咖哩跟綠咖哩是苦咖哩 所以他就只賣綠咖哩 綠咖哩 還有一些滷肉 就是那個中式滷菜 那個有滷蛋 有滷肉 有滷肉啊 加拉醬在這邊開了多久 他們開了很久 他們已經是第三代 都在這個綠樓下面 對… 沒有 他們從別的綠樓 然後再移到這裡的綠樓 別的綠樓 這裡到這裡的綠樓 所以以後有可能 他也是不斷的一直移到別的綠樓 對 因為他別的地方 就是被趕了 他就走了 那他的特徵就是 都是椅子這樣子嗎 對 有椅子 就是代表說 我們可以在這裡坐著吃 那你要帶回家的話 因為泰國人他們都是晚上 他們下的班 班就馬上一袋一袋 然後就帶回家去吃 那在等什麼 我覺得你要找你做 我們就找你做了就吃了 是不是看到這番景象 不找位置坐下來吃 這怎麼說得過去呢 這間隱身在中國城的人行道美食 店家每天下午五點才開賣 賣完就休息 所以手腳如果沒有快一點 一兩個小時之後 保證你一定孤空 店家主要有紅咖哩跟綠咖哩可以選擇 我的媽來泰國不吃咖哩說不過去吧 所以不好意思兩盤都點 出門在外 就是看到美食絕對不要錯過 好了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嚐嚐它的紅咖哩到底什麼味道 吃吃看哪 跟你吃倒的哪邊不一樣 它比較酸 它有點酸 就是這種 你自己吃 你嘗嘗辣辣的啊 咖哩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對 舉凡全世界吃到的地方很多 連英國也有英國的咖哩 因為英國是跟義度走同一路 對不對 印度咖哩 泰國咖哩 巴厘島的咖哩 台灣的咖哩 日本的咖哩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香腸 香腸 會酸酸的那種嗎 沒有 它是什麼 它是用炸的嗎還是什麼 炸的 它炸 薄薄的然後炸過之後 這咖哩好吃嗎 好吃 不會奇怪 蠻結屌的 香腸配咖哩 你吃過嗎 好吃 真的 如何 妳好像是搭的 搭的 因為這個香腸它炸得太香 對 這是什麼 我最愛的 牛肉 不是 這不是人 這是排骨 排骨 牛肉不亂講 人家牛啊 我剛剛不是點咖哩牛嗎 所以說人最可怕的意思 就是牛 看到它自己的自愛 卻認不出來 而且你看 認不出來就算 還是在那邊強死都對 這不是牛嗎 這不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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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這裡 這不是你的錯 因為紅咖哩醬汁夠香濃 吃到什麼樣子的肉類 不是行家 你是不好吃出來的 泰國的紅咖哩 它用的是什麼 紅辣椒 南漿 香茅跟羅旺子等 南洋風味的香料組製作而成 當然 還要加入泰國人最愛的椰漿 第一口吃進嘴裡 先感受到的是辣 在跟米飯在嘴裡混合之後 濃郁的咖哩香跟椰奶香 就會充滿你整個口腔 保證你一吃就停不下來 難怪吸引那麼多人前來排隊 而且這一攤最特別的是 咖哩居然會配上香腸喔 店家將香腸炸得比較乾 配上咖哩飯一起吃 這個鹹香 鹹香 讓美味又多了很多不同的層次 絕對會讓你加快速的 把它全部都送進口裡 接下來 這個是 麵線跟綠椒 這不用 他們這邊也是用湯匙吃嗎 對 湯匙 這夾的 怎麼夾 你要打我了嗎 湯匙有沒有中 為什麼不要中 這個比這個中 不可能 我來試試 對 試試看 好 這真的有點能駕馭 沒有 抓起來就對了 剛開始你覺得還好對不對 來了 有 對不對 它味道比較重 而且莫名的比這個 有一點辣辣的 對 它的後勁比較強 後勁比較強 因為紅咖哩是用紅辣椒 綠咖哩是用綠辣椒 有… 有沒有 有耶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 粒咖哩比較淡 其實不一定 每一個店家都一樣 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對 等一下 你要先問一下那整個東西 你不知道我還拿出來 塞進去 這是冬瓜嗎 對 為什麼他們吃綠咖哩放冬瓜 他們泰國菜基本上 都很注重那個酥菜 在台灣是不是綠咖哩有放冬瓜的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濃的綠咖哩對不對 對 淡的綠咖哩 對 淡的綠咖哩 有沒有 它就是有點像蘿蔔 已經… 冬瓜大家知道 感覺就像蘿蔔 整個味道變得比較… 原潤 它就等於是這個綠咖哩 當你吃的時候覺得 有點味道有點重了 然後來個冬瓜一下 就在嘴巴裡放你出口 這樣也舒服 綠咖哩吃起來的口感 真的很不一樣 一般都會想說 紅咖哩吃起來 會比綠咖哩來得夠味 不過綠咖哩 是用新鮮的青辣椒所製成的 所以在辣度跟口味上 是一點也不會遜色的喔 反而吃起來 更香濃更帶勁 再加上搭配 吸滿醬汁的米線一起吃 哇 真的是超滿足的 米線一點都不會軟爛 每吃一口 都能感受到綠咖哩獨特的香氣 而且 乳到超入味又多汁的冬瓜 真的是意外的搭 微辣中又帶多一點的清甜 能夠在這街邊 吃到這麼道地的庶民美食 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 比起一般在餐廳吃到的有趣多了